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有一個威風 那其他人說 主要想再說一次 對於校方前日的一首聲明 我都很感謝 其實都知道國商之處 拜託講到一段時間 擔不擔心之後 有機會的完結 第二個想問的問題 就是今年會不會考慮 實體的形式 繼續行一些六四的奴念活動 關於國商之處 我們沒有收到校方的任何聯絡 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校方有什麼安排 但是大家都知道 學生之處是擺在港大 是因為學生會的一個決議 一直都是同學生會去負責去管理 那現在大學說要收回 所有學生會的場所的管理權 那當然都會包括 我們認為 可能都會包括這裏的管理權 但是我們未知 學方未有一個表態 會怎樣處理國商之處的事 那我們會在這裡呼籲校方 香港大學不應該容納不到 一支就是紀念歷史 紀錄真相的國商之處 我們會匿請校方 不要說要移走 要移除漢之處 我想補充一句 國商之處是在1996年已經開始在這裡樹立 1998年已經開始在這裡樹立 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的歷史 它不只是學生會的資產 它已經成為一個有象徵意義的一個紀念的物品 在這個港大那裏 是一個monument 是象徵著大學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這個和香港大學不能夠分割 不只是學生會的產物 這個是一個紀念碑 已經成為大學的一部分 我相信尊重自由 尊重歷史 它一定會尊重這個這麼重要的 成為香港大學地標的國商之處 至於你剛才說實體的集會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我們申請中一個 就是入了這個向警方 申請不反對的通知書 我們都會按照集會的計劃 去進行我們現在的安排 我們現在未收到警方的任何通知 我們不會假設他就會否決我們的集會 我們是按照有一個實體集會的方向去做的 如果之後會被拒絕實體集會的話 我們會堅持在維園有燭光 但是暫時先講到這裡 我們有具體的計劃 到時看看警方有甚麼決定 我們會再跟大家再長期交代 你剛才提到說 覺得今年世債國商之處 你認識多了很多問題 你覺得原因是甚麼 我想是緊跟著港大有局的決定 令到大家都會關心國商之處去留的問題 當然在國安法之下都是一個大的背景 大家越來越覺得做甚麼都不行 連做些可能平常 每年都做的行常的小事都不行 我們覺得我們更加要在這個時候站出來 其實我們今天來之前 都會有很多朋友跟我們說 擔心進不來 會被警察攔 會被人搞 但事實大家見到是做得到的 即是一些基本的自由言論的表達 一些基本的行為 其實還可以做 也都希望各位香港朋友 都會繼續堅持我們應有的權利 堅持做我們行上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好 麻煩你 謝謝 謝謝 好